是我們最小的一次 所以聽起來會比較有可能的詞 因為之前的人都非常多 大概都要48到50 所以很累 我們累我也累 所以今天是最小的一天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慢慢走 那不是今天的導演 這個都服務一句 那還有另外一起跟我服務的是 一位周小燕 因為本來我們都是擔心人很多 那萬一在前面走後面的人 我可能會照顧不到 所以有什麼事情也評論一下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導演 那我們都知道在七零禮拜 雲三飯店對當時 他日民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存在 因為雖然他日民是以為飯店 但博士所有的人都可以進來 當時他最主要的功能 是用來接待國民 所以雲三飯店在他日民事中 就是非常生命 雖然他後來的境遇性太改變 但是那種神秘的感覺 一直存在 那我們今天就花一點點時間 來為各位 盡開這塊神秘的臉殺 好 我們就往前面 好 好